捷運台北車站每天有30萬人次的通勤族啊 進進出出的 但是呢 總共只有5座的箱形電梯 真的不夠也不方便 所以呢 北捷明天開始要陸續增改件4座的電梯 只是平常人潮就已經爆多了 再加上現在要施工 又剛好在出入口附近 旅客跟動線一定會受到影響 人潮來來往往 捷運台北車站一天預量超過30萬人次 但卻只有5座箱形電梯 常常的排隊人潮擠在電梯門口 伸仗人士娃娃車出入不方便 從2月8號開始 捷運台北車站將整件4座電梯 其中一座就在記者所站的位置 不過屆時工程架起來的圍禮 恐怕會影響到旅客動線 就是怕可能時間如果很趕的話 會影響到 可能會比較擠吧 因為人潮來來往往的 對會比較擠吧 聽到要施工民眾就害怕 平常人潮已經爆滿 未來包括淡水線月台層 穿堂層 板南線大廳層以及通道層 部分區域架起施工圍離 進出站空間再被壓縮 數十萬通勤族恐進入黑暗期 那我們會盡量採取夜間的方式來特地施工 那我們會把施工圍離周邊 我們會保留適當的人行通道 不會影響到旅客的動線 跟它使用無障礙的電梯 目前捷運台北車站只有四座 站內轉乘一座連外電梯 年底還工後 連外電梯有一座增加為三座 站內電梯四座增加為六座 前往高鐵轉乘 市民大道台北轉運站 時間都將縮短 只是得要經過將近一年時間 對尖峰時間早已擠爆的台北車站 可能會雪上加霜 中間新聞林一清 今晚如台北採訪報導